市场但是能够通过运营的能力 能够媒体结合的能力 信息安全抓得很严 这样的运营措施 那是把这市场撑起来 我觉得给我们所有在行业的来自 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而且对老潮也感到很敬佩 那我想这个领域也是所有 应家地中之地吧 包括了腾讯在内的所有门户 但其他都在服务 因为对一个门户来说 它不是一个过去的1.0的传统的网媒 如果不往2.0走 那走到2.0呢 大家讲到我们社区 但社区的媒体性其实比较弱 所以说能够介于这两者 这个最好的点就是微博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门户网站的资讯内容 要不断的往2.0走的 这个正确的路实际上是微博的道路 它很有效地把所有的意见领袖 和所有每个个体 都成为内容院的一个发布渠道 而且是快速的游转变向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前景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竞争是一个非常文明化的一个竞争 而且我觉得是可以共同提升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我们的用户群其实还是蛮互补的 差异化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但这个需求一样是存在 所以我觉得是现在 虽然说现在你看我们在现场可能就有两家微博 包括其他的领域也很多的竞争 但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正常的业态的竞争 那不会去年将到我们自己的留意 好 谢谢 谢谢 那请曹国伟点评腾讯今年六月份开始进行的开放平台的计划 尤其是对他的创新能力进行点评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今天华华天说的那个媒体上很多 外面所说的所想的那个 可能跟我们实际发生情况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个而且那个腾讯这一路走过来的话 能够做成这么大一个平台的话 我们对他整个过程当中的那个所做的 包括那个在战略固局上面 在那个管理架构上面 在文采储备上面 很多很多方面 尤其在中国 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 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社区也好 通讯平台也好 或者说那个现在叫社交网络也好 他整个这样一个布局的话 整个平台的搭建的话 我们是非常印象深刻 而且是那个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腾讯这样一个平台的话 他能够做得那么大 我觉得跟中国特定的市场 特定时期的那个机会其实有关系 而且我特别敬佩那个腾讯的方便 把华腾他们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把那个腾讯感到成这样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在之前应该说其实通讯平台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体系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从长远看的话 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从互联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容易一点点 互联网应该是开放啊 是吧 互联网应该是有这样分享精神的 那么 那我相信在中国的那个刚才那个我记得呢 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周鸿一正好在演讲呢 在说呢 中国过去十年是一个野蛮增长的时间 野蛮增长的话说明我们没有法则 没有规则 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那个 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在摸索的往前进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互联网市场越来越成熟 那中国的网民也越来越成熟 这时候我觉得在走向未来的时候 那个开放 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那么新浪微博在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开发的大会 开放的平台 那么腾讯也非常快的 把他整个的那个腾讯的那个平台 包括QQ QQ的空间 包括你的QQ微博 朋友啊 都开放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呢 我想每个公司 因为他的历史原因 他的产品结构 他的那个整个架构的话 他可能开放的速度 力度可能会是不一样的 那么 我相信那个我们每个人走的方向 走的路 可能最终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走的步调 节奏可能会不太一样一点 这点我觉得 腾讯的开放的话 应该来说对整个不联网市场的发展 包括对腾讯本身自身的发展的话 从长远来看都会是非常有益的 那么 你第二问题 创新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对创新这个到底什么是创新 可能大家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创新可能是大的技术的那个进步 大的那个产品的改革 差异化的那个产品 差异化的那个服务等等 但他也有很多微创新的地方 有很多那个小的细节的创新 包括一种产品的形态 包括一种服务的方式 包括哪怕是一个那个那种逼运的模式等等 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可能腾讯在外面给人这个叫这个产品 叫那个产品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那个这里面 这个跟这个差不多 但我觉得在很多那个细微的细节上 腾讯的创新还是非常多 很值得我们业界很多的学习